灰宝实在是太调皮了 爱宝叼起来灰宝就想送给爷爷 大概想说 阿爸 你不是最喜欢和小熊玩了吗 这里有一只 送给你了 快点过来拿 这天灰宝玩性大发 爬上水池开心的扑腾妈妈的饮水池 爷爷在一旁劝说灰宝叫灰宝快点下来 灰宝哪里会听话 玩着玩着就摔了下来 小灰灰抖了抖身上的水 抖成了可爱的小陀螺 爱宝妈妈给小灰灰舔干毛发要很久吧 不言放弃的小灰灰第二天继续来玩水 小胡子小爪子全部都打湿了 当着爷爷的面继续攀当小水池 爷爷只好求助爱宝 叫爱宝把灰宝抓走 爱宝是很听话的乖女儿 咬着小灰灰的脖梗就把灰宝带走了 但是灰宝真的是顽皮的小熊 虽然被爱宝妈妈拖得老远 不服输的灰宝继续调皮地跑回来水池边 轻松爬上小水池 但是却不小心摔了下来 灰宝也不是轻言放弃的小熊 继续爬 继续摔 水花都飞溅出去老远 爷爷看不下去了 再一次呼叫爱宝过来带走灰宝 这时顽强的灰灰又爬上了饮水盆 灰宝一次一次被爱宝妈妈抓走 一次一次跑回来 爱宝真的心里焦脆 真想把灰宝甩给奶爸带 而瑞宝这边小小年纪 就已经学会标记妹妹了 当两姐妹自己在房间玩闹的时候 瑞宝撅起小屁股 就往灰宝小脑袋上蹭 跟福珠珠小时候标记爱宝妈妈一模一样 虽然瑞宝打不过小灰灰 不过瑞宝也是很爱自己的妹妹的 就和爱妈妈一样 爱着自己的灰宝妹妹吧